经过现场急救 没过多久 溺血男孩情况慢慢好转 全身发干 然后嘴唇发污 然后也没有呼吸了 好在处置正确急时 男童最终转为为安 开始给他进行了一个行为复苏 大概时间是三到四分钟的样子 后面小孩子才恢复了自主呼吸 就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呕吐 然后一个枪可收 然后我就把他撤过程去 然后被他拍他的背部 但是确实是出自本能 我什么都没想 然后我第一反应 我就是要一定要抢救他 一定要救活他 据了解这名男童是在与同伴泄水时发生的溺水 为此医生也提醒各位家长 暑期来临 儿童意外伤害增多 家长带孩子外出玩耍时 一定要提高防护意识 也要向孩子灌输安全意识 远离危险区域 同时医生也建议各位市民 掌握基础的急救措施 当出现突发险情时 能够正确施救 争取黄金救援时间 记者邹寒摄向高尾报道